本所于日前12日凌晨二时许实行巡逻勤务 见辖内光春路某KTV前有多名青少年聚集 故进入该KTV实行领检并通报优势警力道场协助 在盘查过程中发现其中一间包厢内飘出有毒品的烟味 且包厢内有名陈姓男子 远景认为有意 果真在他身上查获三颗子弹及一把改造手枪 讯后将陈男一违反毒品及枪炮弹药管线条例 以请侦办 同时呼吁业者如有发现知识纠纷或其他不法行事 务必立即通知警方到场以防止各类不法犯罪发生